原住民族委员会18及19号两天 在花莲美伦大饭店办理东区 143年度原住民族青年暑期公读教育训练 先府原住民行政处处长独顾撒运 同行勉励青年同学好好地把握 难得的职场体验机会 并期许通过这次的训练 能够厘清未来职来发展的方向 完善职业的准备 顺利接轨酒业市场 建府原住民行政处处长独顾撒运表示 原民会从103年到现在 累计已经提供超过4500名学生公读的机会 今年录取人数更为历史的最新高 增加到666名 增加到665名 提供暑期公读有两个目标 第一是希望同学们未来能够求职的顺利 提早做好职场规划以及职业的准备 并且透过多元的公读职缺 累计丰富更多的实物经验 第二则是让同学们能够自己赚取 工读薪资 筹措救水以及生活备用 减轻家中的经济压力 也能够午后勾悠地继续求学 让大家现在可能在很多的机关服务 在工读 有在文件站 或者在协会工作 也会面对各式各样不同 部门的工作 或者机关他们之间的工作 希望大家可以用另外一双眼睛去看 因为大家在公读的时候 一定不会做得太繁重的工作 所以你应该要多观察 尤其有一些有很多 这个原住民的现象很快 不管是机关也好 协会也好 文件站也好 等等也好 他一定可以 你一定可以通过你 从你锐利的心理 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也有助于你将来 不管你在社会上 或者回到路路工作 给你出了很大的帮忙 原本会向来非常重视原住民族青年的意见 同时也聆听工读经验以及训练心得 透过学生现场热热的分享 建立正确的职场观念 希望透过这次的训愿 各位同学返回工读单位 能够成为最佳的得益助手 贴助各项业务 推动顺遂 记得请不吝点赞